各位 我们现在看到我挂着这两个Icon 左边那个是go wave 这个呢 我们在讲声影像的时候 还在讲声声 这个可以去edit 你的声音的file 即是可以有cut 加减 或者合拼 这些东西 这个有什么用呢 我们慢慢再讲 现在这个就是这个short cut 如果我click这个short cut的时候 我就带它出来 好 继续 我们现在看到画面 就是go wave这个器材 它应该是免费的 但时间长的时候 可能就说你给钱 你不理会的话 其实你继续可以用的 好了 我们看到的是什么呢 看到的是说 现在我这里open 其他都是dim的 因为你没有一个sound file 可以做的时候 不知道你想做什么 是不是 所以 这个除了open之外 你可以 这个录音 一个新的file 如果你的咪头接住 这个现在可以录音 这个open 现成的file 那我们简单举些例 看看 比如现在open的时候 我按个open 那它就去了 automatically 这个default 就去了我music的folder 那里 是不是 那这事乎 这个music的folder 那里 我可以选 我自己要的 去处理的那些sound file 是不是 譬如现在 这里就有一些 我自己的file 在这里 那你可以是 选择不同的sound file 诸如此類的东西 做一些剪裁 combine 诸如此類的东西 是不是 好了 那这里呢 譬如现在我现在选 这个很简单 它要sound file 所以你一定要sound file 譬如现在我这里 选择我冠独之劫 是不是 那这里就open 你看到 这些是一些音波 是不是 那这里呢 你会看到 最初的时候 你们眼花缭乱 那为什么 这里是左声道 右声道 因为这个file 是mp3file mp3file 那这里 看到呢 总共多长呢 总共过来这里的时候 那你会看到 这个file的 长度 是多少 是吧 那 于是如果 你说 我现在这个 其实呢 就是两分多钟而已 就是我 唱那个 灌独之劫 那个小段的 曲 那如果我想听一次的时候呢 那我按这个play吧 那我们现在看到 那我们现在看到 这条线的三个呢 就是p到哪里 那这段是前奏 mies Giant 这二 就是我唱过时的异音 你可以付下去 可以取消它的 好 如果 женщ voi 接受 那我这边 就暂停了,这里是完全停 于是你可以选某个部位 例如举个例子,这里实际上 就是play那条线 OK 好了,我停了它 这里,这条线你连去的时候,看不看到吗? 现在我这条线,看左手边 连去的时候,看不看到一个括弧吗? 这条线是在左边的,即是起点的 假如我现在来到这儿,来到这儿 第十秒钟的时候,我放手 即是说,我现在右手边 蓝色这部份是selected的 选了的 OK,好了,过来这边 你又看到这里,又移过来 如果我按着mouse移过来 这一段,比如说是在十五秒 这儿十秒 比较正 你看到这里夹着,这个是不是蓝色? 蓝色的地方说明什么? 是selected,我选了 我说过几次,就是所谓selected的意思是选了 如果我现在要剪刀 就拿把剪刀来 是变成了的,是不是? 于是这段的音波就剪刀了 这里夹着,再夹着 好吗? 好吗? 但是你好像不觉得我 因为那个间奏你不觉得它是多长多短 那你还可以教大小声 诸如此类,save那些东西 我继续讲一点 其实这是一个声音频率的显示图 那横续是时间 但是 我现在当我讲这些东西的时候 我相信 或者 目前来讲 大多数的老友 或者是在这个Channel的朋友 未必需要这些这样的Software 在这里只不过是简单地介绍一下 可以有这些这样的功能 比如一些声音的声降 声音强度的大小 你去剪裁 是吧? 哪些Delete,哪些保留 或者甚至在Tool那里 可以你去File Merger 就是说 你可以把两个声音的File 合併一个 刚才这个讲了 如何把一个声音的File 拆开它 哪些Cut,哪些不要 诸如此类 那这个就是多数 就是适合那些 会录音 录音之后会剪裁的人 那这个Go Wave 应该是免费的 因为我用了很多年 现在是不是还是免费呢 不知道 但如果你的确是需要 很详细的解释 或者你真的用的话 那你再跟我联络 如果不是 我这里就不想浪费大家的时间 甚至是浪费我的时间 去很多细节慢慢讲 因为我估计 刚才所说的 大多数 甚至绝大多数人 未必 需要这种Software 去处理声音的问题 好吗? Thank you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